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都是佛菩萨安排的 逆经也应当逆来顺受 换句话说 在环境里面 无论是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知道在境界里的 修清静心 修平等心 修慈悲心 才能与所谓相应 想想 我们六道凡夫 搞了这么长时间 真将无量借来 搞六道生死轮回 我们今天不靠佛 怎么办 没有出头的人死 你要想出头 出力六道轮回 除靠佛之外 没有第二个办法 真正靠佛 一切祝福赞叹 一切祝福 欢喜 欢喜你找到脱离六道轮回的方向 能恭喜你 一定加持 成就你 关键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有坚定的意志 一交付平 这是关键的所在 一切所需 佛菩萨安排 我们自己操伤心 这个叫求佛 这叫求佛 求佛 不求人 求人 人家也不肯答应 你多难过 多难为情 佛弟子 有所求要求佛 佛菩萨有感应 有灵验 不可思议 我们用什么方法求呢 用一教奉行来求 不能一教奉行 那是求佛道的 真正一教奉行 百分之百的一教奉行 祝佛菩萨自然忽略 龙天善神必定永苦 一定要神一教奉行 一定要身心世界一切方向 发行为佛菩萨工作 为一切众生服务 一切众生有福 佛菩萨需要你福 自然得到祝福忽略 天龙 天龙善神永恒 我们有这样的心 清净心 有这样的愿 清净愿 所以清净愿 愿为众生 没有愿为自己 如果架杂着丝毫为自己 一地愿不清净 你的心也不清净 清净心愿 跟祝佛菩萨感应道教 这就是大家常讲的 佛菩萨为一身加持 就这么个道理 感应很不可思议 佛菩萨是绝对靠得住的 问题就是 你要相信 我们自己法院 将这一生奉献给佛菩萨 奉献给一切众生 我们自己就一生 都得到佛菩萨的照顾 佛师们中有求必应 依靠阿弥陀佛 决定为错误 便宜可占大了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阿弥陀佛肯定来帮助你 肯定来帮助你解决 关键是我们有坚定的信心 没有丝毫怀疑 这就对了 好好念佛 最重要的 无故于念佛 最重要的 没有超过念佛方案 念佛是真正有受用 念佛的佛力加持 我们三在这个时代 不依靠佛力 靠自己 决定不能成就 要成就一定要得佛力加持 加持最殊胜的 无故于阿弥陀佛 最念佛能辽生死 一生就把佛事业 其他什么都不要去想 齐心都念 都是阿弥陀佛 就对了 想什么都错了 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这个重要 祖心净土地 实实在这家 我们完全是靠阿弥陀佛 全身投靠 要依靠佛 不依靠佛 我们有什么能力 佛是真正靠得住 只要我们真正去投靠它 一切诸佛如来 无量节修集 无量无边的功德 阿弥陀佛 以这个功德来加持我们 十方世界 每一个念佛的众生 靠什么 靠阿弥陀佛的本愿 靠阿弥陀佛的功德加持 才能够顺利地生前途 我们对阿弥陀佛感恩 感恩怎么表现 真正依教奉献 就是信念持命 往生其乐世界 求是感恩 不能往生 要辜负佛陀门德 决定要去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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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g